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大家好 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舟 又到我桑普 旁边就是我的拍档杰斯 杰斯 你好 大家好 桑普 十一国庆之后的新桑海神舟 我们又要庆一庆他 我庆他又庆 他又庆自己 我就对他很庆 你也好像有去庆祝他 我就在温哥华 其实我们每个人离散的那些 就在不同的角落都有去庆祝他 我就去中领馆 不过就等一会儿说你那边 我那边就越来越暗示 在说中国领事馆 我们今年去就连个门牌 就是比如有个地址 中英文或者写着中国领事馆的墨头 全部用钢板他自己封住他 当然是奇境来的 就是有什么不见得人呢 好像个贼斗那样 简直人都没有的 哎呀你们就幸福啊 有人走来啊你们 我们就没有的 是啊 好像鸡飞狗走那样 是的 鸡飞狗走不知错 我觉得起码加拿大有两个重点嘛 是不是? 不是很好的重点 中领馆很多嘛 里卡加里都有的 多伦多这个 中国华也有的 我说张超红就在多伦多集会了 就说始终有一天 就是中共会倒台 会看到这一天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了 其实全世界各个地方 不止加拿大 美国、英国很多地方 都会有这些这样的活动 我想这个是重要的 现在十一呢 其实连成一线 其实不是只是香港人的事的 还有很多的被中共打压的一些民族、藏人、维吾尔人 南蒙古人 接着还有台湾半世被它欺凌当中 全世界被它滲透的 海外警察在所都有了 这个所谓75周年的情况 我会看到在台北里 也有些人在挑釁的 那个天是12月1日 这个我们叫做5点至9点 我们就在西门町的这个 就是西门站外去集合 我们看到主吹的人 主要是吹这件事出来的人 主办单位不是我 是这个富汤 富汤和其他一些港人一起做 我们每一次都会一起帮忙的 他在这个地方我们都会去出席 和一起跟他说话 有时候帮他搬一些旗 富汤也都是当时 因为大家知道西门町 有一堆叫做台独旗队的 就是这班人就是坚持有台湾的 独立的一个想法 插了一些旗在那里的 他前很多个月已经跟他们商议了 就说可不可以那天呢 那几个小时时间 那些旗就换了他们带来的 就是光复香港时代的革命 香港独立这些旗就放在那些旗上 哇很早已经 我来到大概四点多钟了 基本上富汤已经差不多搞定好所有的旗次了 在这个时间我到大概四点半出头的时间了 那我发觉有人说 喂 有人在前面正在合着 那我去看看吧 是吧 好像那种2019年那些气氛的黎帆 那去到那个前面的地方 刚刚说是大路口来的 中华路和成都路刚刚的路边的地方呢 那突然之间有一个流高马大的人 讲一些国语就好像中国讲的国语那样 那就是这个地方下去了 那她是一个比较矮一点的一个女伴 那她是太太来的 不是女朋友就是太太来的了 那就是在旁边那里放 接着她就 当时我知道她拆旗 接着她后面呢 我没有亲眼看到她拆旗 但是后面有几支旗已经倒在地上 就是她也都是把旗这样套出来 就是有一个圆圈那样固着旗的嘛 那她就把旗套出来 整个旗桿加上那支旗 把旗套放在地上 好几支都是这样 那父汤当然是要阻止这件事啦 那跟她理论 那争论当中呢 我记得有些朋友 就去了旁边 对面街有一间派出所的 就是警察局的 就是在红楼外面那里 那就立刻叫警察过来维持秩序 接着我呢 当然啦 有手机的 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要拍片的啦 拍片才有全正嘛 我这个人讲些什么要知道 那刚刚被我拍到的影片 我都给了其他有关的单位啦 那意思是什么呢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 她说 你们说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用我这些说法来讲 那她拆那些旗币都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独立这些旗币啦 那变了她就要营写了这样的势力 接着她又带了一个很小的镜子 就是好像装在车头那些 很小的那些镜子 一个圆圈一个胸 很小的 那之后呢 拿出来就拍我们 那我知道呢 旁边啊国才 王国才卿呢 这个案子很聪明的 八九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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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起来最后可以放到微博啊 看起来 这么喜欢讲嘛 就是这样 于是他就收了 那记住 这招很有用 所以我觉得呢 对付这些小分童呢 有三好的 一 影 拍 第二 找警察 第三 他拍你的时候 巴迪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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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以后示威都要拿出微博出来旁身呢 那就保全家安全了 真的是 是的 这个拿出来 这个旁身必备良弱 还比京都念前嘛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好好地旁身 居家必备 那这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维尼雄 那维尼雄呢 就没有带去 那他们当时这个是一组 但是有些事呢 新闻没有讲到的 我回头呢 有一对很老的台湾夫妇 我想是这些老外省人 他们更厉害 就说什么呢 你们香港人啊 你们支持香港 应该回香港去滚回香港 你不回香港 我看不见你们 这么说话 哇 多厉害 因为我听他们两个老人家 似乎不是中国来的 我似乎是跟那两个 就是我似乎 因为我是个直角 似乎是跟那两个分隔的 而且不是一批人来的 不是同一组人来的 那变成了这两个夫妇的妇人是没有讲话的 那男人就说 你要为香港抗争 你要回香港抗争 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 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我第一次听的了 我在台湾举办一些集会 真的有一帮这样的人 那你说这帮人是不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这样做呢 那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就是为什么呢 这牛高马大那个人 和隔壁那个这样的人 就是被警察分隔 警察跟我们妖弱了很久了 就是说 你不要吵啊 你不要搞啊 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叫我们不要再进一步 那你都分隔了他们 就是做和事佬的角色 就没有说 喂 这帮人是妨碍自由 是强制罪 刑法3804条 基本上可以抓他了 他没有做这种事情 也都没有因为国家安全的原因 立刻打他们 他只是分隔而已 这些叫警察 或者台湾警察的乡丸 我才不阴谋论说 那些警察是不是收两面钱 没有收两面钱 我不要老屈别人 他只不过是说很乡丸 即时的反应不够训练 他也都只是做这种事情 之后呢 过了5分钟左右 之后呢 那个两个男人 和这对夫妇 分别都是离开了这个地方 走这个红绿灯酒楼 那我自己看回这件事了 那于是乎 我就拿回了这些片子 第一要全留这些片子 订回给有关的机构 找人 最后没一天之后呢 即是24个钟之后呢 很快了 就在信仪区一间酒店里 五星级酒店 找到他们两个影中 姓姚的 那他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探亲 但是不好意思 你申请来这里探亲 你所探亲就是他的所谓中配 中国籍的配偶 那这个中配来到台湾 可能已经入一籍了 回回去了中国 你所探亲根本不在台湾 你来这里所谓的玩的 就是说他妈妈 就是南银的妈妈 早已经成为了台湾人 因为他中国籍配偶 接过多少年呢 他拿到一张身份证了 回回去中国 不在台湾住哦 接着他这两个 这个儿子和媳妇呢 过来这个地方 去探亲 那你肯定是作假啦 就是你基本上 你完全违反了入境应该的规定啦 那么听说呢 国安机关和很多新闻记者 都是带给一些媒体就说 会在近日将他们驱逐出境 两天内要他们离境 是的 两天内要他们离境的 那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呢 我觉得不是好的做法 那这种做法好像英国式的香园 大家在英国大家朋友都知道啦 究竟英国怎样对待那些搞事的人啦 就算是领事馆、大使馆的人 都是将驱逐出境而已 没有抓他们、鎖他们 但是不要忘记 它是违反着我们在这个地方 台湾的地方拖地的法律 那你说什么强制罪都可以呢 非告訴乃伦 就是立委、黄定宇都说啦 抓他们啦 刺帮名夫 都铁文说 喂 台湾这些东西非常差 喂 你试想一下 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 在天安门、在王后像广场 但是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讲一个比喻啦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抓的十年、二十年都有份啦 唐英杰都有份啦 是不是 九年都要换 那你如果今天一个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 他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问你 他有什么的结果呢 没有结果 他利用我们国家的言论自由 来反言论自由 利用我们国家的地方 来侵蝕我们国家 今天可以这样讲 到时候可以闹牆 那你问这个人 是不是有组织来的 有人叫他这样做的 我想有两个可能的 一个就是说他想拍片 因为拍这些片呢 他去小红书那里 有流量 很流量 那就有钱赚 那另一种做法就是叫做 国家队 就是叫我们来 就是他们来这个地方 专门帮党国 来執行这些清场工作 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 机会会比较明的 我不能否认 但是机会比较明的 因为呢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他的手段 实力一定不是这样做法的 就是譬如说你当时候 保护傘被人搏市 这个何韻思 或林银基被人搏红油 那这些真是指挥黑光来做事的 就不是找一个旅客来做事的 我相信这个旅客是非来不满 知道有这样的活动 故意来一个挑剔 那他希望做一个拍片 然后上片 就像台湾钟铭軒 这些网红一样 就专门来拿流量的 这种情况会有 那后面那两个 我想是随机的机会大一点 就是我看到他的眼神 和他做事的方式 是大概这样的 但是这件事都要正视的 就是我知道 这件事一石激起千层浪 那很多台湾的媒体 都开始报道这件事 但是我只是觉得很可惜的一点 就是当日 就是这个集会 因为台风 再加上就是说 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宣传 我们都是围内的人 也许多 你说台湾人很多人聚集 但是我很多谢当时的台独旗队 就是那个地方一直挂很多台狗旗 在西門町那班人 他们都有上台讲话 讲台湾的故事 台语讲也有 是不是 也都有台湾的人权协会 就是台权会 就是我们的伙伴 施日祥 他们来的地方都讲回十一的东西 他们专程来这个地方 放工刚刚五点钟 就来这个地方 提前放工来 因为四点几天要放工 那你想想昨天刚刚是台风假前一天 刚刚大家都要上班 基本上都来到 那我会觉得 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动 就是香港人来参加的 都会变少呢?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都要来往香港和台湾两地 也都可能有家人在香港那裡 所以我们深深明白的 但是这种活动 我会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是参加的人 客观上来说 不会好像2019、2020、2021、2022的时候 那么多 是会有一个dissipation 所以我 很重视的就是 每一个人要坚持做这件事很重要 我整天真的很强调一件事的就是 今天在世界不同的角落 我们总之有香港人的地方 我们都比如去到这些特别的日子 我每一次都很感谢出来搞的人 那我想他们都知道的 就是这些活动真的 其实人未必是很多 我想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还有很多人需要回香港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第一我会很感谢搞的人 第二就是我不觉得我们太过在 未来的岁月要太过执着 那个人数的问题 因为最重要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火不要启 我不知道阿桑宝会不会同意这件事 就是所以 所以我很敬重大家搞的人 特别比如在台湾就是赴汤 就是没得支持我 就是要给一个很大很大的credit给赴汤 因为赴汤其实是默默地 就是总之就什么特别日子 他都会搞很多事情 比如他近来也都继续是搞在囚手足的 一些画的展览 就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台湾 准备又会再搞 那都有我联络过 我们都准备有些在加拿大 刚刚做完展览的一些 我们都会扔过去给阿桑汤 那这些人其实就是一帮就是 仍然保持着火不好启 那你然后才可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的火热了 大家都有个感觉就是火热了 那件事就一路就是这样淡下去 就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如果每一年都是继续是这样 其实每一年都是很快又到612 又到71 又到928 又到11 但是我们都会继续去做 就是这个就是那种大家坚持 就是有个信息 我们是不会围望的 然后去到有一个机会 就是不知道的大家 然后又可能因为历史的偶然 接着大家又走回十万八万人出来 或者还有就是 比如温哥华今次都是啊 我们都是啊 我们不只是有香港人啊 去到中令馆 都有其他的团体啊 有西藏的 我们上台讲话啊 每个族群都派代表出来啊 就是台湾都有 有团体有代表出来 还有今年我们更厉害啊 有菲律宾都有啊 大哥 就是现在受老共的迫害越来越多嘛 难保下一年又有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的沿海 现在都被老共在搞 那所以 所以其实大家都出来是 有个分享啊 这个这个是 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再一次就是很充心啊 谢谢啊 富汤啊 富汤在这个活动那里 其实说了一句很好的说话 他说 就是他说如果有人不认同我们 他说可以跟我们说 但是就不是来到那里破坏 他说如果他们不认为民主自由是重要的 那你就回到那些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了 好东西啊 富汤 真的没得撑啊 OK 那另外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这次不是第一次在台湾 有这些搞事的人了 但是我想看 就是我觉得另一样东西要看的就是 執政的民进党政府了 其实是不是有整天 就是给了我一个感觉就是 喂 一套跟香港有关的东西 OK 有这些这样的事件 整天都会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 他好像都是想 哎 轻轻抹过不了了之 他就不想去 就是 因为香港的议题 又跟着就是 就是给对岸 就是有些什么厚实 我不知道 川普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个其实是 所以我就很强烈的感觉 我就很强烈的感觉 都感受到这件事 是啊 很强烈的感觉 也都觉得这件事 他真的是一个想法 他不希望挑动两岸关系 什麽什麽什麽 这种所谓的 这种感觉 那种感觉 是很强烈的 就是你今天 你 基本上是对于你的对手 是完全采取一种 哎呀不要惹他了 惹他就很麻烦 这就是肆虐的表现 而这种肆虐的表现 在打从心里面 你都这样想的话 是很得人的 就是你可以表面上 我扮弱 其实我想对你一锅 这个另一个 但是你不是这样想 你觉得哎呀 我打从心里面觉得 哎呀 香港这些事 不要搞到台湾那里了 搞到台湾那里的话 被人家的口实 又施压给台湾 台湾很多人在中国那里 他抓我们做人质 怎麽办呢 就是如果继续用这样的 无限的 用懦弱循环的话 那结果你的政策 就不会得意赞放了 无分党牌 我会讲给大家知道 香港人呢 要讲给台湾人知道 我们当年的勇敢 是真的 台湾人是很难理解到 在这样的地方之后 依然能够走出来 喂 擺明反送中 你要讲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你成功的机会 是0.0001 你失败的机会 99.99999%的 我们依然出来 出来做的事 不是一个人出来 是全香港 200万 300万人出来 跟着你看有多少人 唯有牺牲多壮志 根本上 每一个人都希望 去改变这个世界 又告诉全世界 香港宁愿攬炒 都要 告诉全世界 中共这个暴政 是多么想要对香港 我问你了 台湾没有遇到 现在这个世代 以前有了 以前的世代的人 多么勇敢 而现在世代的人 官员也好 产官员也好 产官员也好 有没有前一代 台湾人那种勇敢 有没有现在这一代 香港人那种勇敢 起码未展现出来 但如果这个时间 都不能够学习 都不能够领会的话 我想对于台湾来说 未必是一件好事 无分蓝络 懦弱才会招野战争 强硬 以实力谋取和平 是不会招野战争 改变现状的人 就是引发战争 说出台湾独立四个大字 你自己看看这个名称 其实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也好 现在这个地方 就不受共产党管的 即确认独立现状 是不会招野战争 基本的常识 小孩子都懂 偏偏有些人装着明白 喘糊涂 装着明白 就是假扮糊涂 来说一些东西 诈傻 假扮梦 所以我就说全世界的人 是多么 就是对于这件事漠视 还有我看回今天 今时今日 我除了多谢父汤之外 当然很多谢他 每一次 在七一、六一二 或者十一 奉练过節 我们叫做 他都会搞活动 我都觉得他搞活动更加好 就是我会觉得他搞活动 比我用协会的名义搞活动更加好 他们做的活动更加活潑精彩 能够使得我们都会 就是找人一起去帮忙撑场 同时 我也多谢边清 因为边清就是 就是一个 他们比较active 就是他们专门 台湾会比较文化活动一些 那边清是比较是这个 就是专门离职抗争类型的东西 通常申请老权 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每一次都是赴汤 找边城青年出来 就是这个出来申请老权 那么多谢边清 也都多谢这个国财卿 王国财都会跟我们说 就是 谁真是一班警察过来的 就是国财卿 就是他能够 在立即是电光火石之间 知道第二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扳警察 那么我想这件事 就是避免了进一步的 冲突的提升 一方面都感谢台湾警察做事 但是我会认为台湾警察 在这件事里面是向远的 是不能够 把这个现行犯去追逮捕的 要隔了24个小时 才在酒店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也不是拘捕它 是将它递介出境 这个情况我觉得是非常软弱的 但是软弱我不会说 哎 台湾是孤立 我看英国也是这样 我说这些事如果发生在加拿大 我相信是类似的做法 就是加拿大政府也不会将这个混监的 他们会将它递介出境的 就是不守欢迎人物 那么在台湾除了递介出境之外 会不会不让它进来 我记得有关移民署的规例 就是说最长是五年的 但是我就说五年太短了 喂 你递介出境 禁止它进台湾五年 那么第六年它能进来 又让它进来 那么这个就是大问题 应该永久禁止它来台湾 还有这个是不是一个个别例子 就是这些以探亲名义 跟着进来 但是连那个所谓探亲 但是那个亲都不在台湾的 那这些 那这些是不是个别例子 这个会不会一个流动 还有多少这样的流动 令到对岸那些人是可以这样过来 喂 这些人不是普通人来的 大佬 这些人在从事的是渗透的工作 喂 大佬那天 那天 就是刚才你说了两个可能 你说他可能是拍片 或者他是国家队 喂 还有第三个可能的 他可能来到是有特别任务 不过他那天刚刚路过西门的 撞到你们 跟着然后他就去拔几支旗 喂 大佬他可能有另外的任务 喂 那你这些台湾政府 你现在今天 今天大佬就是 是不是很 两边是不是大家 相处得很融洽先 是不是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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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台湾 台湾政府 你来这些东西都不看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已经差不多是个底线来的 你给他进来 他还有他为所欲为 他做什么都可以 不是的 大佬 是不是先 你一抹几支旗 不是帮 如果你出声 或者去收押他们 做做 有进一步的行动 不是帮香港人 喂 大佬 是告诉世界 或者甚至至少 至少都告诉台湾人 喂 这里有规矩的 这里有保障集会 这些言论自由的一个地方 他拔那几支旗 喂 大佬 他那几支旗 总之 我当你盈毁也好 什么都好 OK 大佬 那些旗是不到他拔的 不是帮香港人 这么简单 那你其实 其实 是不是最忙的 天天在这儿 柯文哲 现在其他这些不用理 大佬 我真的不明白 那你问 在在场的台湾人 有没有帮手 有帮手出声的 就是他没有帮手在那儿打架 当然不会了 每次进来就在那儿打架 他帮手 接着他说 香港是台湾 香港是台湾 都是中国的部分 整班人 台湾人不懂的 不是奇典的人 怎么搞错 就是去他 但是他去他的话 他就知道了 旁边有很多人看着 他不敢来 两个人一世孤力弱 可以怎么样 而且出了镜头 他都贼的 所以我说 去到这些位置的话 实力很重要 就是今天 如果你一帮人 这样袭击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台湾 刚刚说得对的 这个人有很多可能性 他真是意外路过 或者偶然路过 偶然路过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生这样的事 可能有任务在身 做其他事情 就是刚刚杰斯说的 台湾一定要验清楚 这个人来 他所医之亲 你要在台湾 是不是 你在台湾很容易查的 你说这个你所医之亲 立刻逆境处 看一看这个人 在台湾 你说在外面 很容易看 是不是 他们要拿正经线 才来到台湾 你都不会查 人讲什么 你批什么 忙啊 辛苦啊 是你的SOP不行 是你的整个 审查机制有问题 打就要认 错就要认 打就站定 说这么多 你说得罪台湾 你说得罪台湾 你说得罪台湾政府的事 哎呀不骂得 你骂我呀 傷害台湾人的感情 你自己傷害台湾人的主权 我说你这样做法 根本上就是对于台湾最大的力量 是啊 这种蟹桌 这种这样的蟹堕 懒惰 还有你自己本身对事情的 哎呀没有所谓了 要和平 懦弱 就是导致到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说共产党对台湾有很多的方式 但是台湾的政府民间 有没有做好这种国防民防深防呢 我觉得非常可怕 今时今日 我会认为政府这个地方上要负一定责任 当然了 我们不可以罪到死亡 真正的加害者 是不是要查明清楚呢 我认为要产生足够的阻吓力 是要抓他坐牢的 不是只是骂民进党的 是台北那么奇特的 所以其实呢 还有一个人要骂的 就是现在的市长 蔣萬安 我也是国民党的 两个党都是这样的 大家就是当看不见 就是还有 譬如有些声音 其实都不是第一次 你刚才都讲过 就是有些 有些 我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猛 你说 就是有些台湾人的声音 你说 喂香港的东西就回到香港搞 那好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台湾就不要走出国际了 OK 喂大哥 为什么今天你会 为什么今天台湾会有香港人 香港人怎么选择来台湾啊 因为至少香港人的认知里面 台湾是一个 是一个拥抱自由民主的地方啊 那如果你说得这句话 你叫我们走 不要紧要的 告诉你 我们还有选择的 未必一定要留在台湾的 OK 但是如果下一次 你走出来啊 2758号 决移民啊 谁是一个世界道 谁跟你在这里 在说话 那些可以不跟别人的 美国人在帮你说话 荷兰人在帮你说话 澳洲人在帮你说话 OK 再重新拿出来谈 喂大哥 这个世界都在帮台湾的 所以你说这些说话 其实是很笨的 大哥 就是 就是 台湾 我想台湾是台湾人的 香港 是香港人的 但是我想台湾 还是一样东西 就是台湾是一些 擁抱或者相信 自由民主法治的人 的一个地方 这个很重要的 我只是说这帮这样的人 从来都不老实的 就是他如果认为 他很反对我们反送中 他支持送中条例 他支持共产党的 你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呢? 你为什么绕过彎 就说 你们香港人我看不起你 你要抗争的回香港 不在台湾那里闹嘛 我问你 当台湾被人家 封的飞弹在那里挥夷的时候 一帮人走到美国那里 要求美国去做一些事情 做advocacy 那这帮人 是不是应该要全部打敗 那些美国人应该跟你说 你这么喜欢说 你回去台湾那里示威抗议 甚至回大陆说 是的 你回去北京天安门说 对不对 你这么喜欢嘛 是不是 我只是说 这位这样的两个老坑 你听不听广东网罵这一句 你这么讨厌我们香港人 回香港说 是不是 你应该去香港那里 骂我们这帮香港人嘛 你不要站在台湾那里骂 你台湾是我们的家 不好意思 按照你的道理的话 你要骂一个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这个国籍的人 是不是 你应该去到那个国家去骂 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呢 我就说 这帮人敢不敢说 他觉得 中国 天下一家亲的 全部 中港台属于同一个国家的 你应该是 天安门抗议的 不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说 这帮人的脑子都是有问题 他没有办法 他理解得到 人权是普世的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破坏到台湾的任何的秩序 就是等于乌克兰人 乌克兰的人都会来台湾来为乌克兰顾与虎 你支持与不支持他就可以 你这个地方给他有充分的游客 集会的自由 是给他们去做事的 我问你这两个老乌克兰 我问 乌克兰搞那么多做什么 回去了 是不是 就是等于突然之间 有个日本人 可能就是说 是要抗议一些 就是关于有些 有些事情 他在这个地方放在街站 那可能没有问题 那你于是 回到日本 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 就不可能有美国的 就不可能有英国的 不可能有当年的香港的 只是一个闭关自首的垃圾国家 那你这样的做法的话 你最后台湾美成越做越缩 我想这些人就不代表 台湾的majority 当然 那还有呢 这些呢 都是台北特色来的 就是台北 台北真的有很多人呢 住在台北呢 是很老实的 告诉你听 他真的觉得 共产党过来 统治都没问题的 是啊 就是台北是会有这些的 但是那个不是整个台湾 就是台湾其他地方呢 就没那么奇特的 那些大陆人也是 就是多数来到台湾那些 都是聚在台北的 所以台北就特别奇厉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我自己会看回整件事的话 我可能会很快会写一篇文章 去投下稿 就是说回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 还有有些 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东西 都会在文字上面 希望我会提出一些建议 就是说以后要怎么去做 做得好一些 我们自己本身 要做多些什么 而对方本身 就是这个小峰本身 就是说给他知道 喂你来的话 在台湾有什么后果 而台湾也要硬起来 说多少都没用的 如果台湾政府或者警方 依然是一种和事佬的方式 分隔的方式 不论是非 不分析得到 谁在做犯罪行为 逮捕现行犯 立刻抓 那你要这样搞的话 就会非常麻烦 而且软弱会招致战争 而不是强硬招致战争 强硬是在对抗一些事情 就像当年2019年那样 我们的抗争是不会招致香港乱 招致香港乱的 是导致我们抗争的原因 就是逃犯条例 现在就是国安法 23条立法 全面镇压 全面管治 这个才是真正香港的颜色 这个基本 你张炳灵说多少都没用的 张炳灵说这些垃圾 是不是 就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全部是为党 就是说一个急派声音 会好的了 招商引之外国人继续来 你骗鬼吃豆腐 骗鬼吃豆腐 最后你达到这个结果 当然不行 最后你只是帮党出声 或者为自己 瞬间添一个credit 是党的credit 说到没有 这些都是垃圾 那这个就是张炳灵 去到今时今日 去到今时今日 你看到譬如说 就是十一 就是我们还要说的 就是可能有些 关于十一在中国发生的事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日本的前几段 有一些是学童 无论是六月的苏州 和九月在深圳 都是学童与习事件 那么日本非常庞大的反中情绪 就是就算日本都会示威 十一都很多很多示威集会 是很多示威集会 那么当然中国有没有 譬如说在广西南岭 暴龙哥家乡 那么他都会有这个 你叫什么示威呢 劈死日本国企地 各位主人们来踩 踩完立刻派之 中华人面供给你 那些国旗给你 那样就给你 用这个方式来做事 我问你了 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日本人会气不气? 当然会气 但你想想这些做法 满足着一些幼稚 卑劣 卑贱的中国人 那种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 非常好的 例如说在杭州里 有个人握着木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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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打个除去 最后刚才这个人 要报警 警察呢 就到这个地方 又一旦两边 就沒事了 打和了 那些東西 這些這樣的手法 無日無日 這些是比較少的東西 但我只是說這個狼奶 貫注在整個民族的心靈是非常嚴重 所以說習近平講的東西是有人聽的 因為他就是那個邪教的教主 邪教教的教徒 每個都奉稱他們為專者 這個專者當然講的東西也是講的 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普及分割 又講一些垃圾 繼續講什麼呢? 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活動 祖國完全統一 大勢所出 大義所在 民心所用歷史的車輪等東西 中國式現代化 世界和平安寧 日女共同進步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已經會背了 香港繼續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港人 不說高度自治 不說可能自治 講了什麼?一國兩制 講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 講這些什麼?有講人 講這些話 暫著說話不腰痛 根本上講的東西 完全自己都不相信的 這些這樣的說法 無日無知 他對台灣也不是第一次講的 他出席這個 之前有一個音樂會75週年 不是 這次第一次叫台灣做神聖領土 好像是第一次 印象中 神聖領土 神聖領土 今天講了這樣的說法 中國的神聖領土的部分 很神聖 你是不是沒有神論呢? 何來神 何來聖呢? 齊天大聖 你有嗎? 你相信齊天大聖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這些共產黨根本上是瞎瞎的 他講的東西自己打自己嘴巴的 到最後你說說完這些東西了 他有很多的言論了 譬如說他出席了音樂會 在十一國慶之前席 那麼朱鎔基 溫家寶 胡錦濤 那個沒到 肯定他們病 病到七彩 老病 基本上生老病死 已經老了 就等死了 另外那些這樣的人呢 譬如一堆什麼 賈慶林啊 張德剛啊 溫家寶晚上好像有一半有出席的 溫家寶 好像只有那個晚會沒有出席 總之有了兩個照片 是不是? 撿屎 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的 這傢伙不死都沒用了 很多人就說溫家寶 溫爺爺好啊 他開明牌 你收尾啦 收尾啦 OK 我只是說你再這樣說 已經去到一種 無是無非的狀態 一些人 扮夾派 你說 他是夾來的 你是不是白癡的呢? 我再說一次 你是不是愚蠢的呢? 就是我要說這些人 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不知道 其實六四之後 每個人 那些所謂的趙紫陽 胡耀邦比較開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每個人都是跟黨賺飯吃 不是賺自己的錢 就是賺別人的錢 你看看 沈棟那本《紅色運盤》 他不敢罵溫家寶的 但是說什麼呢? 他說他的什麼夫人做些什麼? 他的媽媽做些什麼? 自己看一下書吧 表面好像民主鬥士那樣 民主的開明者那樣 後面找真銀的嘛 大哥 騙鬼佬啊 紅色 就是全部是騙人的 然後你看回 譬如說那些什麼賈慶林 張德江 曾慶航都在那裡 為什麼? 就是說習近平要你來 你就要來 你要給面子派對 你不可以不來 給了請監你不來 那有什麼事情有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幫呢 習近平的傍友 什麼蔡奇啊 李強那些 當然也會到 意思就是什麼呢? 習近平現在的權力是非常集中的 是啊 很多人研究說要反他的 但當然 真是能夠反 能夠反到他的人呢 在他旁邊那幫人 這幫人會不會反他呢?暫時不會了 你說會不會就是說 他們會天鬥地鬥 會鬥到習近平呢? 習近平當然是害怕 哪個獨裁者不害怕呢? 但是他當然軍隊不斷換帳 然後很多不同的火箭軍都換成了 然後戰略支援部隊一分為三 然後很多不同的東西已經將它割開又割開 我會認為在未來的情況下 就會延續這樣的一種趨勢 不知道阿傑再怎麼看 綁在一起了 十一國已經看到那些元老的那些 其實大部分都出來了 你有胡錦濤、溫家寶 還有朱鎔基就可能是身體狀況而已 我認同你的看法 暫時大權是在握 所有人 這個也是阿習的 他有這個能力的 或者還有共產黨有一套方法的 總之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 就全部綁在一起了 但是不代表著 我覺得其實也不代表著 這個習近平可以安寢的 如果不是好像你這樣說 軍隊那些就不會援 要援人 要援他的親信 但是大家放心 你說軍隊那些呢 如果真的可以援到習近平的親信的話 在軍中裡面 我想都已經沒有人會打仗了 就是換到可以坐得定的那些呢 全部都只是會拆鞋而已 那所以呢 就只有越換就越搞笑而已 其實沒什麼 七十五周年 年年他都是這樣生氣 反而這麼說 逢五逢十一定是大搞的 但是我見不到今年算是大搞的 就是你不要告訴我 香港有三百幾四百個城市就是大搞的 七十五周年我真的見不到他大搞的 那就是都是看著 都是看著 看著荷包做人的 那所以... 解釋人說自己沒有銀用 是啊 這個真是沒有銀用 那就隨便隨便搞而已 這個反而很多人就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但是你看看中國人的 講幾句 就是我覺得今天是的 真的是壞了 中國人 其實就是很多人可能真心覺得是 國慶對他們很重要 那但是... 但是他們有沒有問過七十五年 那有什麼很值得慶祝呢? 大家平心靜氣了 我們大家都理性一點了好不好? 不要打橫來了 那七十五年有什麼很慶祝呢?對不對? 二戰之後這個地球上唯一一個 還沒試過一人一票 有選舉的國家 只唯獨好像只剩下中國 假民主 連普京都是選出來的 大哥 是不是? 普京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假假的都叫做 就是有什麼值得這個中國人呢? 有什麼進步過呢? 你講的改革啊 不斷七十幾年都在這裡改革 改革 又改革 今天還要講到深化改革 改革到何時呢? 其實共產黨的領導有什麼值得 值得中國人覺得 你又真的很強大 強大了 喂 是不是啊大哥? 今天只是搞到整個世界都覺得中國人是神真鬼嫌 那這些都是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搞成這樣 民主 自由 法治 完全是寸步難閒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的國家呢? 是不是啊? 還有你那些這麼厲害 講的自己這麼愛國 那些人都說 要逼人家去認中國 一到十一又要逼這個 又要逼那個做中國人 你有沒有苦心自問 作為中國人 一稍為 就是撈到有一點風山水起 你都會怎樣? 你自己不做中國人 你都會送你的子女出去 不做中國人 撐你 是不是啊? 那你自己苦心自問 那些有頭有面的那些 還有共產黨的領導人 你們那些親人 你們那些親人 拿了多少盤外國護照啊? 是不是啊? 所以為什麼不要經常說別人看 你們不起 是很難去服眾的 那75年其實有什麼好慶呢? 我真的不太知道 是的 國慶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慶她的老媽 我想不到一樣東西 我真的想不到 一樣我也想不到 是啊 是啊 真的不好慶 國慶是什麼呢? 你這個讀 我想到一樣東西給你看 蘇聯是74年 沒記錯 1917年 去到1991年 自己計算數 共產黨多於一年啊 75年啊 值得行蹤 好厲害 贏了史太林和列寧 厲害了 厲害了 國慶都15年 說你真厲害了 是不是啊? 我應該是鼓掌為了 應該是這樣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說一贏就贏這件事情 你比較長命一些啦 就是等於你這樣比法都沒有辦法的 不是 這樣都要插你兩句啊 看 表面上就好像你很厲害而已 但是其實 如果用人民的覺醒 喂 你真是 你真是情何以堪啊 連俄羅斯人 74年都醒一醒先啊 OK 你中國人究竟什麼時候才會醒呢 你這麼喜歡慶祝 你問一下吧 喂大哥 共產黨可以統治你們這幫偽民 當你豬這樣 養了你們十代八代 養了你們七十五年啊 有什麼好慶祝啊 知不知醜啊 所以我都是那句 我出身沒得選擇 我都挨揚是中國人 但是我今年五十六歲 我的餘生就是很努力地去嘗試不做一個中國人 因為我真的沒有你們那些質素啦 素質啊 沒你們那些素質 哎 真是高攀不起 大哥 I'm not qualified 所以我剩下的餘生就很努力學習不做一個中國人 是啊 不要說什麼來生不做中國人 是今生不做中國人 當然 還等來生 當然今生都要搞定自己先啊 當然啊 這是救贖你啊大哥 是不是啊 我肯定 如果真的有來生就是有前世 我前世一定是做了很多壞事 桑寶也是 然後今世才搞成這樣 那大哥啊 現在還有一點我們都叫醒悟了 那我們剩下的歲月 我們就要努力地不做這樣的中國人咯 是不是啊 所以佛教徒經常說嘛 四個大字活在當下嘛 那你活在當下嘛 你就從今天起 盤然醒悟 要改通改前世 而不是說你以後才算啊 沒有這樣的事情 No 你可以自己做不同的事情 我們的 race 我們的DNA沒有辦法改 但是我們的國家認同是改的嘛 你應該認為自己你要救中國的 那我就覺得說 那這個懸狐濟世的思想呢 我當然會很欣賞 我只是說一件事 當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你去到外國 你這樣說 I am a Chinese 傲言 傲言 站在那個地方 那你說你要拿一支什麼國旗出來 那究竟拿哪支好呢 那我講真的 我真的拿不出什麼國旗 我講中國的 你說 Republic of China 講到尾 全世界三十多個國家承認這個叫China 那Chinese 人家都在說五星紅旗 那你就把五星紅旗出來 任何 你跟日本的人說 我問你會有什麼結果 我看你有什麼結果 是啊 試一下 試一下出去世界各地 你大大大聲說自己是I'm a Chinese 看看別人 看看別人 感覺一下別人給你一個什麼反應 喂大哥 我現在天天很忙啊 我在這裡 三天不是 我就跟這個人說 I'm not fucking Chinese 整天說 你知不知道 天天說 然後又問為什麼 又要解釋一大段 很忙啊 大佬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不信有來生的 我信永恆的天國 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來生的話 你現在都不醒悟啊 你知不知道 你還說什麼來生不做中國人 你死了 如果真的有下世 你繼續都是做中國人啊 大佬 你真是怕不怕啊 所以你真是 努力一點啊 大家 OK 真是 洗底是要靠今世啊 不是靠下世啊 你真是 沒錯 今天你要分清楚 就是國家認同 跟你的種族DNA無關係 什麼黃皮膚 黑頭髮 黑眼睛這些東西 我們很多人都是 看這節目很多人都是 但是我只是說 這還不是重點來的 是你的國家認同是什麼 如果你說中國 首先問你 你現在居住在什麼國家 如果你在美國 在加拿大 已經永久居留 已經在那個地方做好 你為什麼進一席的了 我想問你 你還說自己是中國人 你醜不醜的 你現在命運共同是加拿大 美國是英國 不是中國 你還不認為自己是加拿大人是美國人 那加拿大人跟美國人有什麼這麼醜啊 就算你有不同的 ethnicity 你都會成為加拿大人 可以成為美國人 沒有人會歧視你 你不認為自己是美國人 你就會歧視你 你認為自己是美國人的話 沒有人會歧視你 基本原則 你認為一部分的人想不開 會覺得你中國人的話 是他自己想不開的 但是你打從心底裡 問心無悔 今天我在台灣 台灣is not China 很清楚 沒有解放軍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所有的政府部門 所有的證書都不是他發的 我想請問你 有什麼問題 這個地方現在有國號的中華民國 這個地方其實是台灣 台灣不是中國 那就是如果你仍然雲形夢系 覺得秋海棠葉 自己是自己的國家的話 You are giving a fantasy 你要fantasy 你繼續可以的 不過你fantasy 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fantasy 這叫慈善佬 我就說這件事要小心點 所以我說以前的東西 是小去了 1949年之後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統治這個 蒙古、新疆、西藏、中原、香港沒有的 中華民國一天都沒有統治過香港的 你搞清楚這件事 就是你今天很多人在說 運營夢系中華民國是自己的祖國的時候 你可以運營夢系明清的 唐宗宗宇明清都可以的 對不對 你沒有問題 你要自己的想法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面對現實 現實就很簡單 Where you are living at 你的命運共同是什麽日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是的 悲哀的就是香港人 我們出去很容易做選擇的 我們就做那個國家的國民 我們是來自香港 所以我們離散的人 我比較覺得很辛苦的就是 仍然在小監獄和大監獄的香港人 這幫香港人的 無論他們的認同是什麽的話 他們是被人家殖民 被人家鎮壓 被人家去鉗制 而他們沒有辦法了 可能看看我們的節目 舒一下氣 也都講一講他們的聲音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忍 如果真的香港有未來 我會認為 香港一定 不可以認同自己是等於中國人 你認為中國人的話 就算這個中國變成一個獨裁也好 民主也好的中國也好 他都會視為香港人 You are Chinese 那麽你就要把它融入 在一個大染缸裏面 香港人是不會有以前的榮景的 這個我看法 至底限度 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就算今天留在香港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基本的事情 我以前在大陸生活 特別是2011年那幾年 2014年之後 雨傘我還有回大陸的 那我偶爾都會跟那些大陸人 就是跟我認識那些大陸人 那都會吵架 就是關於 你是中國人 那我說 我是中國人 我不可以是香港人的嗎 我說李老闆 你又可以說你自己是湖南人 你又可以說你自己是上海人 為什麽我不可以說我是香港人 就是這個是一種堅持來的 因為那時候2011幾年已經是去到一件事 你說自己是香港人已經是港獨 來的了 因為去到這樣的地步 那我也是的 我喝大兩杯我在大陸 2017年之後 我2017年就沒有回大陸了 之後 2017年之前我喝大兩杯 我跟他說 喂 我說香港人就有罪 那你說上海人有沒有罪 你告訴我 我整天都在爭 那我都是堅持我是香港人啊 大哥 那最多你就拿個爬 那大家都是中國人 那我不反對 但是你不要不讓我說 我是香港人 那我覺得今天 就是這個身份是不能忘記的 這個身份是很容易被恐懼 而令到你是去被迫去放棄的 因為他今天就是要你叫自己做中國人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 大佬 是啊 就是藝灣區人 中國香港人 就不斷在那裡蠶食你這些東西 是啊 蠶食 希望大家都 就是這種蠶食禽吞的東西 大家要好好認真看待 不可以在這個原則問題上 打從心裡做折導的東西 有時候你有沒有辦法的 你很多在看節目的人 都要上班的 做老師的 或者一些做郵差的 做政府公務員的 我知道都有在香港 我不會怪的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會說 每個人心底裏面 真誠的自己 心底裏 怎麼面對自己的東西 在心中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不要截墮 這個東西就不截墮 你就很多東西就會堅持下去 我會知道很多個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我經常都說 很多香港人來這個地方 就是見到我 他們都跟我打招呼 可能我不認識的 他們會打招呼 就說 我明天就回香港了 回到大監獄裏面 這個真的是監獄裏面 我真的覺得心裡很難受 就是我覺得 真是很苦 我會覺得他們沒有辦法去 就是也沒有這樣的錢 或者沒有這樣的動機 要去離開 那他們留在香港那裡 不會很舒服的 有時候我覺得 我做很多節目 我在外面做 我不是和他們 share the same pain 我不是和他們 和我們香港人 一起分享同樣的一種痛苦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很多人都會怨 你在香港之外 你講什麼都可以 是不是 你想講什麼都可以 我有時候都有一種叫做 都不知道講什麼好 或者這樣 我做些什麼可以給到 這一幫 我們的 就是同樣的族群的人 一些鼓勵和支持 有時候我做這些節目 我希望給大家知道 世界外面是繼續為香港去發聲 繼續抗拒中國共產黨 繼續為自己 我們每個地方的共同體 繼續努力 而香港看到這個地方 好像遙遠的 看到有這些狀況的存在 但我只是希望每個人 深存信念 不可以吹折自己 對於追求一個民主 自由的香港的信念 也不要在這個地方放棄希望 信念和希望 Faith and hope 會產生 對我們香港的 很重要的 是啊 無論大家有沒有 我們這樣有宗教的信仰也好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樣的心態 去面對疫境 可能有些已經在部署離開香港的 我也認識到一些朋友是這樣的 我希望大家都祝福 盡快完成大家人生的夢想 如果還沒想著離開香港 想著繼續鬥的 還有有些受苦共同體 有幾多的書店老闆 有幾多的探監師 有幾多的聽審師 有幾多人一起幫育中囚友做事的 有些記者 有些書店老闆 繼續奮鬥 有幾多的老師 教國安的時候 行禮如意這樣教 就不會在七層上面這樣教 這些地方就是在做一些事情 我只是說 香港人在那個地方 穩守自己的崗位 組自己的本分 我非常感恩 而且我覺得你們的勇敢 比我現在講話的勇敢 多千百倍 因為你們面對一個 困在獅子老夫裡面的 一個動物農莊裡面 分分鐘就是會咬你的 我自己 很多人不是擔心 是相公在外面會被人襲擊 或者是赴湯在外面會被人襲擊 那你剛剛講的 十二一號這些都會去 什麼風險都會有 It is everywhere 就算到冰島一樣 都是中領館的 OK 所以我覺得是 everywhere 我們不能這麼害怕 Do something which is right 不要以為我們在外面被巡 於是中國就是不在身邊 在身邊的 但起碼這個不是它的地方 它能夠作惡的程度有限 但在香港完全不同 我希望大家都會穩守這件事 最後講一講 一個27500號決議 好嗎 27500號決議就是 習近平在十一前後沒有再重複 但王毅開行馬力 就是說 根據聯合國27500號決議 已經徹底解決 包括台灣在內 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明確不存在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沒有灰色地帶 沒有無空間 中國必將完全統一 台灣必將回歸祖國的懷抱 以任何人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歷史大勢 這就是王毅 最近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 場邊會晤 和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說的這番說話 這番說話 基本上美國再次 就是布林肯有沒有即場反駁這番說話呢 基本上就是不好的 但是他之前在2021年都說過 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和它的系統 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務實問題 翻譯成為大家聽聽的就是 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 不是合不合法的問題 而是能夠的問題 是做不做到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美國的一貫立場 就算你說 當時的國務院亞太輔助卿華志強 Rick Waters也都說過 中國不當使用 misuse了這個名義去阻擋 27500號決議 去阻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就算是川普時代 即特朗普時代的Robert O'Brien 即國家安全顧問都有這樣的說法 這些說法是美國一直的立場就是 一個中國政策 而不是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一中政策是可以包含一台政策 可以一中一台的 但是美國因為要戰略模糊 所以不講清楚了 但是中國本身繼續講一中原則 是擊不起大家的愛戴的 你看看這個7月的時候 台灣舉辦一個IPAD的會議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然後找了各國的一些議會議員來開會 訂立了一張一個叫performer的一個 就是你回去國會表決做個決議出來 講明給全世界知27500號決議 不會妨礙台灣加入聯合國 然後澳洲參議院8月21日 荷蘭眾議院9月12日 都已壓倒性的票數通過動議 聯合國大會27500號決議 並未決定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 並未排除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我在台灣的節目都講過有五個沒有 第一,27500號決議以後 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沒有提過台灣 第二,沒有去確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第三,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台灣 第四,沒有解決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第五,沒有排除台灣能夠參與聯合國系統的所有組織 包括文行組織、包括世衛 所以整件事大家知道這件事完全沒有排除的 而我看回1971年10月25日的聯大27500號決議 它只是解決了在聯合國的中國、中國 這個字的代表權問題 從來沒有講過說 疆界在哪裡 中國是有多大 誰真正是國家的繼承 即是說唐宋元明清民國 接著被PRC繼承了中華民國 從來沒有講這些說法 整件事是這樣說的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即是說聯合國這個party裡面 代表China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 並立即把 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他沒有講過中華民國 沒有講過中華民國 整個都是蔣介石 蔣幫代表 就是共產黨的用語 就是蔣介石的代表在說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第一 中華民國是沒有給聯合國開除的 是自己退出的 是自己退出的 是呀 那時候呢 退出了之後 我講完這個 退出了之後 很多國家依然是和這個台灣 繼續建交 繼續維持邦交 日本72年才和台灣團交 美國79年才和台灣團交 澳洲和韓國都是 韓國更加遲90年的時候 那就更加多 就算你說世界銀行 這個國際這個金融組織 都說要去到1980年 中華民國才喪失地位 記住這個1971年的聯大決議 71年的聯大決議 並沒有使到中華民國和其他國家團交 使到其他國家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 他只是處理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 我想這個很清楚 如果你認為這件事情有說過 聯合國的代表代表 說清楚了 完全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完全繼承 吞掉了 絕對沒有這樣的說法 如果你這樣的說法的話 我想你越讀你現在有相當大的問題 是吧 從來沒有一個聯合國的決議以外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的國家 沒有這樣的決議 也沒有任何的國際條約說到這一點 Sorry 所以在這個地方裡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一天佔領過台灣 按照事實佔領的理論 你根本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天都沒有 那我希望這件事情講清楚說明白 你就是講得這麼清楚說得這麼明白 所以王毅就要說 一講這個問題就是沒有灰色地帶 沒有模糊空間 只有理規的人 或者是完全沒有 就是道理都不是站在他那邊的人 那他才會說這兩句說話 叫做沒有灰色地帶 沒有模糊空間 就是等於共產黨整天 一講哪個地方是他的 自古以來啊 喂大哥 不用講道理的 那才會講這兩句說話 王毅就再一次示範了這件事情 就是剛才梳寶讀的那個就是1971年10月25日 第1976次全體會議的聯合國的官方中文版 關於這個2758月移民的那段的事情 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再強調一次就是 討論的事情只是說中英美法蘇 這五個常任理事國裡面的中 究竟是誰代表 那之前就是中華民國代表 然後2758日決議文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會取締了這個代表 取締了這個代表的席位 當年蔣介石就叫這個做排我立匪案的 OK?很正的 然後10月26日 我想再補充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中華民國當年是可以不用走的 再強調一次聯合國人沒有趕到中華民國走的 我等一下才解釋給你聽 1971年10月26日就是第二天 蔣忠正就發表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告全國同胞書 讀一下給大家聽 以台盤金馬為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 乃是大陸七億中國人民真正代表 恢復大陸七億同胞的人權自由 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意願 乃是我們決不改變的國家目標 和必須完成的神聖責任 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 對於主權的行使 決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 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任何變化 我們都將不惜任何犧牲 從事不屈不鬧的奮鬥絕對不動搖 不可言 我讀這段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嘴咀一下就是什麼 因為蔣忠正是堅持整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我試舉一個例子 如果1971年坐在聯合國那個 是賴清德呢? 他可能就說 你沒問題 中華民國照坐在這裏 我們那個席位就叫做代表台灣 我只是不去常任理事國那五個 隨便 但我死人我都賴死坐在這裏 都可以的 我再強調一次 不是聯合國趕走中華民國 不過是蔣忠正接受不到這個現實 如果你要我再坐在這裏 要我代表什麼 可能有人跟他講過 三百萬 那你就繼續代表台灣 那都可以嗎? 沒得談 那我就告同包書 我就退出 是這樣的 那你現在今天你說 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等同 台灣就是他的領導 就是講到台灣裡面 那你不如 那你王毅要不要再講 你說其實1971年講的那個 連整個現在今天講的南海 都是在裡面 大哥 就是荒天下之大謬 大哥 是不是在裡面兄弟多 派好片 就可以亂來打橫來為所欲為呢 大哥 今天再講多一件事 就是 今天荷蘭也好 美國也好 或者歐盟也好 或者澳洲也好 其實他們在幫台灣一件事 就是 其實是好事來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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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台灣人你說 你說 香港 不應該幫香港 整個世界在幫你台灣 就是 大家都知道很難 但是 但是大家有個心 就是要幫回台灣 帶回台灣 走回到那個世界裡 因為有很多國際的組織 例如 WHA 或者聯合國 有很多 其他 比如人權法案 那些 那些組織 喂 你是可以以 不是國家的單位 進回去 的嘛 現在最大的阻力 就是這個 打橫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已嘛 誰說台灣 不可以回到WHA 那裡 喂 所以大家才要拿回27500號的決議文出來講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當好的 一個討論的題目來的 希望這個議題繼續討論下去 應該是 基本上聯合國27500號決議就是 將中國代表權由中華民國 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就是聯合國27500號決議 接著決議了之後 就是說 叫做看賊不兩立 除了什麼是賊立 看不立 接著蔣介石就說 你不讓我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在這個地方可以代表什麼呢 不就是 它整個退出聯合國 這個就是 10月26號 就是中華月之後的第二天 它通過這個告全國同胞書 就說中華民國的退出 就等於聯合國的毀滅 這是第一句這樣說的嘛 就是它這個這樣的做法 就是蔣介石的想法 這個做法就是導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退出之後會否加入呢 絕對會加入 但是你加入的時候 不能以代表中國的名義加入 因為代表中國已經沒有了 你這樣做法就是違反以親保護決議 所以台派的組織或者很多的組織都說 台灣可以以適當的名義加入這個聯合國 但是不得以代表中國的方式加入 所以我就說了 中華民國現在最大的一個重點就是 它要去proclaim它不是代表中國 而它是以中華民國台灣的身份 或者以台灣的身份呢 加入聯合國絕對值得支持的 那你想一下最近蓬佩奧 也發表就是蓬佩奧 前國武卿 也發表過說支持美國和台灣建交 支持台灣以台灣這個國家的名義 加入這個聯合國和其他組織 這個力量或者一個方法 我想台灣是絕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還有我更希望 我以前都說過 與其加入聯合國 加入一個創始會員國的 成為創始會員國的自由國家的聯合國 我會覺得這個更有意思 不過這個是我們的夢想 不是這麼有意義 不是這個拿個彩而已 入聯合國沒有什麼好搞的 但是我想提到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呢 我們都要提提賴清德 就是這些事情呢 如果是蔡英文年代 蔡英文不會做的 我想阿桑寶都會認同 喂大哥 你9月28日王毅講 四天之前 賴清德在這個紐約那個非 那個NGO組織Concordia那個 那個的峰會裡 在紐約那裡視像講話 喂 有一句說話很棒 他一直之前 由他宣誓就職 他都在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互不隸屬 大家聽很多次 但是他那天 那天在Concordia那個峰會那裡 視像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 互不隸屬 你批評一下大哥 這不是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台灣啊 是一個民主的台灣 和一個獨裁的中國 是互不隸屬的 他都在做著 所以台灣人其實醒一下 不要天天在這兒 阿文折啊大哥 有個問題台灣人是要想的 特別是新生代的台灣人 喂 維持現狀 只是一個苟且偷生的方案 遲早你都要有一代人要面對 究竟是回到他那邊 還是自己獨立 這個問題是要面對的 就是你只是告訴你 你今天面對 你繼續在維持現狀 其實是對下一代的台灣的人 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是啊 絕對同意 而且傑斯也很敏銳的看到 他的用詞的一種改變 已經改變的話 你會看到 他盡量測試整個世界的空間 是啊 而我會認為他這個做法是正確的 你想想 到今天來講 女士萬事萬靈 要繼續這樣努力下去 而且這件事 不只是口蝕之爭這麼簡單 是台灣要增強自己的實力 所以我們一開始說 蕭紅事件就是說 喂 我們現在警察 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如果警察只是做維持秩序的人 而不是執行一些國家安全維護 國家安全 對這些明顯看到有現行犯罪的人 去做任何的處理的話 那我覺得會相當可悲 當然我們會電光火石之間 我不會太怪前線警察 因為每個人都會犯錯 你最終都抓到那個人 真的要做事 OK 我會appreciate這些東西的 我不會說 全部這些東西都是垃圾 我不會這麼說 他們有做事的 但是我來做事的話 就是驅逐 會不會太輕強一些呢 好了英國驅逐 加拿大驅逐 不明白 離開中國很遠 我們站在自由世界對抗 獨裁的最前線 是民主燈塔的話 民主台灣和專制中國互不隸屬的話 站在民主台灣的角度 是不是應該要處理這些小粉紅的揣擾呢 今天不是有足夠的阻嚇力 使得他們犯法都要負責的話 怎麼能夠阻嚇更多的人來揣擾台灣呢 這些揣擾台灣的勢力 會繼續無日無日的來 那我們希望 就是我也希望是跟香港人一起 跟台灣人一起抗拒這些這樣的威脅 好啦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到第二節的新蘇海神州 好像都還有 今天真的很長 其實都還有一些關於 中國人的identity的事情可以說一下 還有的就是第二節回到 傑斯頻道的新蘇海神州 我們要繼續說一下 美國大選的最新情況是怎樣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 就請而欲報過去傑斯頻道 繼續有第二節的 傑斯頻道subscribe 也都是comment like share傑斯頻道 也都是以後傑斯頻道 再看第二節 希望大家 專業的youtuber OK 好啦 我們休息一會兒 跟著回來再談